暑假即将到来 台东路野高台也将迎接全台各地的游客 而为了让民众以及高台的商家 可以更熟悉意外发生时的处理流程 纵管处是特别对这个高台地区 热气球、飞行伞以及滑草等三大娱乐设施 来进行状况演练 消防车的声音响骗整个路野高台 这是纵管处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暑假出游人潮 特地办理的灾害演习活动 每年夏天路野高台总是挤满来看热气球 以及飞飞行伞的民众 近年来高台好协会也积极推广滑草活动 为了加强当地面对灾害时的应变能力 纵管处特地结合高台地区 各项游乐设施人员进行相关的模拟训练 从边边脚脚 从边边脚脚开始 从边边脚脚开始 纵管处希望加强各项的应变能力 让来到高台游玩的民众可以安全又安心 那每逢我们热气球的佳节到来 我们观光局也会特别重视一个旅游安全的宣导 以及平时的一个训练的成果 今天算是来检视这样一个好成果 最主要是让我们的好朋友能够开心有平安归 是我们今天演练以及训练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借由演练的方式 当灾害发生时可以提升应变能力 让灾害降至最小 但也忠心的期盼这是备而不用 记者成绩的引路也相报道